哈! 嗨!我是佩莉 今天要來GMarket的開箱 嘿嘿 又是一大箱 真的每次買來都好大箱 那也很擔心打開來之後是不是又非常的空虛 不過不會啦!因為我這次買的其實不是彩妝品 但是我上次買了一堆小小的彩妝品也是這麼大箱 今天買了滿大的東西也是這麼大箱 那我們就一起打開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塞滿滿的 不會這麼的空虛 大箱子打開之後呢 欸 裡面就是有一堆小箱子 先從哪裡看起呢 嘿嘿 好 先給你們看玩具好了 因為現在有小朋友 所以就買了一些韓國現在很流行的 迫魯魯的車子 小串串 那像這個呢大概是105塊的台幣 我覺得算是還滿超值的 而且彈一下車子就會飛很遠 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這邊推一下 然後放進去 接著呢 按上面這邊 好 那這一箱是什麼呢 我看一下好了 哇哦 有耶 我覺得這次開箱沒那麼空虛耶 每個箱子打開都真的算是 比上次好很多 不會一直大箱子 然後打開裡面只有一支眼線筆了 好 這次有買比較多東西 可是我怎麼不記得我有買這麼多東西啊 奇怪 然後這是一整個組合 很可愛的化妝包 然後 嗯 他們裡面會有一個購物清單 耶 我的氣墊粉餅到了 因為這是限量版 我覺得這個包裝超級可愛的 有齁 打開給你們看看 嗚呼 好有質感喔 很亮亮的 這氣墊粉餅跟我今天穿的衣服好搭喔 整個都是粉嫩嫩的感覺 好多東西喔 奇怪 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呢 嗯 它還有送一個防曬 這是一個 還有送了三片面膜 這個組合有這麼多東西喔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旅行組的保養品 我覺得常常網路購物 嗯 收到包袱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蠻驚喜的 很像收到禮物一樣 是因為你忘記了自己買了些什麼 像我就不記得我有買這麼多東西 我只知道我有買一個氣墊粉餅而已 這麼奇怪 這麼一大袋耶 我來查查我的訂單 我剛查了一下 這樣子 是1165元耶 我覺得是超划算的 因為如果我們在台灣 可能買一個韓系的氣墊粉餅 大概就是1500左右了 這樣子的一盒 而且它是雙蕊的 它還有一個化妝包 而且這個化妝包是鑽面的 塗案也還蠻可愛的 我還蠻喜歡的 還送了這麼多保養品 就是保養組合 還有三片面膜 有超值齁 這真的還不錯耶 值得下單 所以我覺得在Gimaki買東西 真的就是多逛逛 然後當然就是一些美妝保養品 是會比你在台灣買價格還要優惠的 你們可以去逛逛喔 那我現在呢 來素顏上妝給你們看 這款氣墊粉餅的效果囉 打開之後呢 它是有點比較像是傳統的那種氣墊海綿的感覺 所以其實在用量上會比較難掌握 我們可以稍微的沾粉之後旋轉一下 均勻它的粉量 接著上妝 它算是遮瑕度還蠻不錯的一款氣墊底妝 好我現在已經半臉上妝給你們看 那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這款氣墊粉底 它的保濕效果不錯 上完妝之後是頗有光澤感的 那它的遮瑕度我覺得大概也是有個七分左右 它可以把這些斑點跟膚色暗沉的地方還有黑眼圈 幾乎只輕拍一層就可以遮蓋掉了 而且它對於毛孔的修飾效果 我覺得算是還蠻漂亮的 就是等於說是這邊毛孔粗大的地方 可是我也只是這樣子輕輕的按壓之後 幾乎都可以修飾掉 那鼻頭粉刺的地方呢 它也是有具備毛孔的修飾功能 那上完的妝感就是像這樣子 有光澤感 但是其實妝感算是還蠻薄透自然的 那當然夏天使用的話 我猜它可能會暈 就是沒有辦法這麼持久 因為它畢竟是屬於比較保濕型的底妝 然後如果你要夏天用的話 可能就是要加個蜜粉之類的 好 現在呢就是底妝的效果 還蠻喜歡的 重點是這個粉盒實在太美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用過他們家的氣墊底妝 然後你想要嘗試看看的話 或許你可以買這個限量子 因為這個包裝很漂亮 那我想裡面的粉蕊 搞不好你用其他品牌的也是塞的進去 好啦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粉盒 你外出服裝攜帶 都會覺得心情還蠻好的 它有這個粗型眉筆 因為我覺得這個組合看起來還蠻酷的 而且它是在特惠的時候 所以我就買了 這樣子它有一支粗粗的眉筆 然後加上一個 有點像是牙刷的這一種 小眉刷 這樣子 台幣大概是200左右 我覺得很划算 所以就把它帶回來了 那這個顏色呢 我是挑比較淡一點點的 適合就是有染髮的時候 或者是想要仿妝 有自然淡淡的眉毛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 它的使用方式就是 就是畫完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 牙刷 去把你的眉毛 梳得更加柔和一些 那當然不用我持久度了 我光想 這種可以用牙刷刷 讓它變柔和的 基本上眉筆應該不太持久 果然就是 手搓搓搓就可以掉了 但是它就是很自然 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喔 那我現在呢 要用這個眉蠟筆來畫眉毛囉 我今年好像 那很流行 這種粗粗的眉蠟筆 像Maybelline也有推出一款 就可以讓你可能上妝更快速 但是我覺得可能會太粗 不容易去描線細緻的線條感 就是使用眉蠟筆是快速 可是就是線條 你可能還要自己稍微修飾一下 它顏色真的是好咖啡喔 就是淺咖啡 跟它外包裝的顏色幾乎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好像買了一個 不是很適合我的顏色眼 因為我的眉毛比較多 然後我眉毛很黑 所以當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的時候 會覺得髒髒的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如果想要把我的眉毛 變成這種淺咖啡色 我就必須一定要用染眉膏 然後把眉毛刷成咖啡色 這樣看起來才會比較自然一點 好那我先大概給你們看一下它的效果 其實它真的因為很粗 所以你一畫 整個眉毛間的縫隙幾乎都已經被填補了 那接下來呢 再用它附贈的這個眉刷 長得很像牙刷的東西 稍微的刷一下 其實這樣蠻自然的耶 你看我這邊刷完的顏色 整個變得很柔和 那另外一邊 現在就是很深的茶間色 我來把它稍微刷一下 我想它最大的用意是在 把那個眉毛邊界的地方 模糊一些 就會看起來比較柔和 像是微微的漸層感 不要這麼明顯的一條黑眉 好那我剛剛呢 就是有用這個KATE的染眉膏 BR21 稍微的把我黑色的眉毛刷成咖啡色了 整體感看起來 至少比較能見人了吼 那我上次跟Popey在聊天 她說她覺得現在年輕的女生 好像對於染眉膏這件事不是很重視 覺得好像沒有它也沒關係 但如果說你今天要畫的眉毛 不是黑色灰色系 而是走棕色系列的話 偏紅或者是偏黃的咖啡色 不管你的是深還是淺色 基本上如果你本身的黑眉毛太多 都會讓你的眉毛看起來是 比較雜亂髒髒的 所以要讓它整體一致 然後看起來比較柔和的話 最好真的還是要搭配一下染眉膏 那我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KATE的 因為KATE他們家的染眉膏 其實是有深淺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畫的眉毛 或者是你的頭髮髮色去做挑選 這樣其實也算是CP值還蠻高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眉毛 變得比較好看的一個染眉膏 是還蠻需要的 好 給你們看一下那個差別 有齁 這樣好看多了 這個是小淘德的鞋子啦 還是小朋友的東西 它很貼心的是裡面還有給你一個購物袋 然後加上鞋盒 變成說你要送人之類的 你也可以把它放進購物袋裡面 讓你假裝像是你自己去附近買的 之類的 那這個是小淘德的涼鞋 那這雙涼鞋呢 因為有一些代購 或者是有在做特價的一些網站賣場 沒有這個顏色也沒有這個尺寸 所以我就是變成是你要用關鍵字搜尋 然後去找到這雙涼鞋 剛好它就有我想要的尺寸 所以我買到的價格沒有這麼的漂亮 就基本上就是它的原價 四萬九的韓幣 那大概就是一千五百多塊 但是我覺得買到自己喜歡的顏色 是比較重要的 而且尺寸是好的 那收到之後呢 你看它很有彈性 我覺得小孩子穿起來應該會是舒服的 而且我在挑選小朋友的涼鞋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挑剔的 因為小孩子的腳比較小 我怕他們穿鞋的時候會衝出去 那這樣這一款 是因為它前面也有一個鬆緊袋 有看到喔 它有一個魔鬼氈 可以去挑緊一些些 這樣子呢 小朋友在穿的時候 腳就不會衝出去了 所以這一雙算是 我覺得收到也很開心的一個涼鞋 好那當然除了這一雙之外 其實我也有買一雙給我自己耶 你看就大箱子裡面又是一個鞋盒 我的是有點墨綠色的 我覺得這顏色算是還蠻好搭的 而且他們其實都有一點點像是 今年很流行的斷袋的感覺 它這光澤感 會讓你的腳更顯白 還蠻好看的 但是大人的就比較貴一點點了 這一雙大概是要2100到2200的台幣 而且彩線沒有這麼好 但是它的底就是有做兩層的感覺 三層 然後底還蠻繁華的 我覺得算是還蠻精緻的啦 重點是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穿個母子鞋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那今天夏天應該就會常看到我穿它了 而且我覺得這一雙它拿來配洋裝 就是配比較淑女一點的衣服 都算是還蠻好看的 喜歡你可以搜尋關鍵字去搜尋看看的 那在Gmarking呢 我其實比較推薦大家可以買一些美妝保養品 因為價格的部分真的會比你在台灣買便宜 至少一半 真的很划算 但當然還要運費啦 所以你可能要多買一些才划算 還有我不建議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像是衣服啊這些的 除非台灣沒有的 不然的話呢 基本上 如果說那個東西的產地是在中國的話 就是在淘寶買會比較便宜 好 以上呢 就是自己簡單的一些購物的心得 那有興趣的話呢 反正就自己去逛一逛就知道囉 當然別忘了 一定要領取優惠券 這樣才能買到最便宜的價格囉 好 那我也好好的逛一下好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沒訂閱過頻道 可以按一下訂閱頻道 把上面鈴鐺打開 就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囉 下次見 掰掰 按一下吧 大家 Krish持人 monet心 夏 Jed